不遵守居家检疫规定 对这些啪啪噪的就是重罚 不过抓到了一个两个三个 现在却有议员爆料 居家检疫的破口远远不止这些 不掉不知道 一掉其实吓死人 你现在担心什么 一两个人在外面啪啪噪吗 3700个人 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掌握 调出中央统计居家检疫人数 3月19号是8427人 但同一天地方给的资料 却只有2352人 等同有6000人的大黑数 尽管数字有慢慢在爬升 但落差还是大的吓人 并不是差 而是一个是前一天下午的数字 然后民政局提供出来的是 第二天早上的数字 所以会变成两个会差了一天 想洗清疑虑 但就算拿更新后的数字 一比对 3月19号地方掌握的居家检疫人数 4721人 怎么算落差还是有 将近4000人 地方中央资料不同步 也让落网渔群成了防疫隐忧 匪夷所思 怎么会发生 中央和地方差距的人数这么多 现在已经不都是网络 电脑科技的时代吗 居家检疫人数持续爆量 每天以千人速度再增加 截至26号全台更飙破 四万五千人 不止管理居家检疫的第一线 压力早破表 如今连能不能有效掌握名单 都被打上大大问号 记者黄明轻成为SA小组台北采访报道